巴以冲突时续 中俄等120国投票无效 以色列无视国际社会强烈呼吁 晚72小时内扎沙 爆发大战 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开始行动 哈马斯的灾难来了 根据央时新闻报道 自10月7日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以来 双方死伤人数不断增加 据统计 截至目前新一轮巴以冲突 至于双方超过9200人死亡 当地时间11月28日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已造成加沙地带7700多人死亡 面对冲突的持续 当地时间11月27日 联合国大会曾围绕巴以问题的紧急会议 以亚岛线的高票通过了相关决议 据了解相关表决结果显示 赞成票与反对票的比例是120比14 也就是说赞成决议的国家数量 几乎接近反对决议的国家数量十倍 虽然还有45票的期权 但是决议已经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 所以毫无悬念获得通过 然而虽然中俄等120国投票通过了相关决议 但以色列却对通过的决议采取无视态度 并且在之后的72小时内加弹了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甚至乙军地面部队也已经开始展开行动 当地时间10月28日 以色列军队再次轰炸加沙地带北部地区 包括印度尼西亚医院附近 拜特拉西亚地区以及加沙地带北部的其他地区 同样是在28日晚 以色列战时内阁在特拉维夫举行新闻发布会 以色列总理内塔·胡尼亚表示 随着27晚 更多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 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第二阶段作战已经开始 次任以色列军队向加沙地带东北部城市加巴利亚 和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发起地面攻击 并与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生激烈冲突 不难看出随着乙军地面部队对加沙展开攻势 这也就意味着国际各方的汉权行动基本宣告彻底失败 哈马斯的灾难来了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毕竟会更加的艰难 巴勒斯坦卫生部部长28日表示 27日晚加沙地带历经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轰炸 以色列当局切断了加沙的电力和所有通信路 阻断了医疗救援运动的开展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也以多个国际救援机构表示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猛烈轰炸期间 当地通信和互联网服务中断 这些组织仍然无法与加沙地带的团队进行沟通 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选择对加沙地带卫生设施进行袭击的行为 发言人表示目前在加沙有数百名伤者正在无麻醉的情况之下接手手术 还有大约二十六吨的医疗物资正在等待进入加沙 由此不能看出一场肉眼可见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加沙地带上演 除此之外 零以临时边界的交火也仍然持续不断 一军二十八日发布消息称 一军拦截了一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地对空导弹 并且对导弹发射地点进行打击 雷巴嫩媒体消息则称 里面以临时的边界西段方一侧的拉布内赫 埃马沙阿布以及附近森林遭到已决发射的超过四十枚 包括白鳞弹在内的炮弹袭击 日军海内西段离方一侧的马尔马兴发射了燃烧弹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无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 以色列还将矛头指向中俄 由于中俄投下反对票 没有让美国提出的设计以巴以衝突的决议通过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丹 便宣称中俄的投票结果令人震惊 并且他还点名批评中俄 穿反对草案的人如果遇到恐怖分子类似的袭击 将会动用比以色列更强的武力 面对乙方的此番狡辩 中方不再忍让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直言 同以色列在这里辩论不是我方本意 但以色列把中国当作对手也选错对象 张军强调中方对美方决议投下反对票 绝对不是否认以色列的安全关切 相反我们一直主张 同等重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安全关切和合法权益 但现实情况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 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以色列疯狂行动 为什么中东国家都不入场 自10月7日巴以冲突以来 20多天时间已经导致近万人死亡 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儿童 这次巴以冲突是近十几年以来冲突最为激烈 四上最为惨重的一次 其实从以色列狂轰滥炸的情况看 巴勒斯坦的死亡人数应该比统计的更多 因为以色列轰炸都是针对楼宇建筑 炸了基本上就很难有人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死亡人数比受伤人数多得多的根本原因 就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也进入第二阶段 10月28日晚 以色列战时内阁 在特拉维夫举行新闻发布会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随着27日晚 更多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加沙地带 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第二阶段作战已经开始 所谓第二阶段的行动就是以色列开始了地面进攻 以军开启大规模地面行动 这毫无疑问会带来更大人员的伤亡 很多战友都问为什么巴以冲突爆发这么久 其他中东国家都不下场 中东各国没有下场 具体原因而言各国都有差异 一方面各国都有各国的具体原因 比如阿拉伯国家大多数是美国盟友 此时此刻他们都没有做好和美国撕破连的准备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有两艘航母舰队在地中海给以色列保驾护航 两艘航母舰队战力大家都清楚 谁也不敢轻易下场 然而最终中东国家这些国家是否下场 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三个重大型号 第一个重大型号 以军与哈马斯立与冲突的阶段性结果 巴以冲突这次到底结局如何 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力和冲突的极端性结果直接相关 如果最终以色列因战力不足陷入加沙的战争泥潭 那以色列就彻底暴露自己软肋 到那时各国如果发现原来以军战力这么拉垮 这边国家就会开始找机会下场 现在地面行动开始 大家都在看双方真正较量情况 从而批判该怎么介入即何时介入 第二个重大型号美军到底会给以色列多大支持 当下地缘焦点地区的冲突往往开打之后就会出现大打出手 战争都有着很明确的政治目标 因此这样的战若非分出胜负 往往就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打完的 如此一来这就要看参战风的持久作战能力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看以色列到底有多大的持久战能力 以色列持久战的能力其实还要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 那么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看什么呢 要看美国自善打持久战能力 予以大国博弈中美国的取舍 现在各国都还看不清 所以谁也不想当那个出头鸟 未来一旦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些跟不上 中东国家的尽头就会上来 第三个重大型号 国际社会和伊斯兰国家为形成多大的共识 如果大家注意 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伊斯兰国家 大家在对待巴以问题上的共识方面 依然远远不够 也还仅仅是中国一直坚持的立场被各国认同了而已 就像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力度还不够 说白了就是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共识 以色列为什么敢在联合国怼这个怼那个呢 不就是背后有美国吗 那么美国为啥就敢那么坚持支持的以色列呢 不就是因为实力强 国际社会的压力还没有伤害到美国吗 所以首先就是国际共识还不够 那么伊斯兰国家呢 伊斯兰国家的共识也还不够 很多国家的谴责都还停留在表面 比如到现在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国家都还在认为这事可以汗选回来 伊斯兰国家都还没有形成足够共识 当然就很难形成共同遏制以色列的力量 大家都在等上述三个重大信号 当国际社会和伊斯兰国家的共识越来越多 当以色列的表现证明自己不行了 当现实证明美国也没有足够力量支持以色列了 那个时候下场和以色列干的国家可就多了 当然大家也都还没有认识到以色列的真正意图 还真的以为以色列就是纯粹的想消灭哈马斯报复一下 没有意识到以色列不但想侵吞加杀 还想侵吞黎巴曼和叙利亚 当大家意识到这些之后第六次中东战争可能就会爆发了 现在时候还没到 让我们继续来看时候总会到的